作者徐沛在《新纪元》撰文,邓丽君从上世纪七十年代末开始,成为大陆最知名的台湾人。 然而,一直到他往生两天后,才首次被大陆央视报道。 这以后,大陆媒体开始大张旗鼓地报道不战而胜邓小平的他,模仿他的歌手层出不穷。 可惜,不见谁演唱《他让我耳熟能详的梅花》《我的家在山的那一边》《中华民国宋》《台湾好》等民国歌曲。 从一开始,当权者就试图禁止被他们视为黄色歌曲代表的邓丽君。 然而,保长阶级斗争邪与新风的民众需要慰藉、渴望爱抚。 中共篡夺政权后,民众虽然失去了人权,但民心却难以被马列主义征服。 被关在共产铁屋的大陆人,从邓丽君的甜美歌声中获得抚慰与宣泄。 虽然,独裁者发下红头文件,并推出一系列模仿甚至翻唱邓丽君的红色歌手, 但民间依然借助被禁止和干扰的海外电台和逐渐普及的录音机传播极权批判的邓丽君。 我也乐于用学英文的日本录音机播放亲友们翻录的港台磁带。 从此,出示我一见你就笑等邓氏情歌。 在毛泽东死前就开始抗争的民主强世代,在毛死后争来北京之春。 当他们中的佼佼者魏京生们被投入红牢后, 发起天安门运动的八九一代刚进入青春期, 即使是善情的歌曲,也比动物浓妆用来给居民洗脑的红歌真实。 所以啊,我们虽然不知奥维尔,却能凭着本能,选择与当权者对着干。 表现之一就是听静歌,读静书。 在邓丽君用歌声营造的琴海中,我们扬起风帆,荡起小舟,追求自由。 1983年,邓丽君身着古装,品评和演唱了十二首古诗, 用柔声倩影和现代音乐展现了中华文化的淡淡悠情。 这一年,我唱着《甜蜜蜜》,进入四川外国语学院德语专业。 而年轻时就读皇甫军校的宋学道, 从外台听到邓丽君六年前推出的千言万语。 他多年来的苦难与哀愁,就在歌声中渐渐飘散。 四川沦陷时,刚21岁的宋先生饱受迫害后, 成为中学语文教员,但因此耽误成家立业。 从听见邓丽君演唱的千言万语那一刻起, 宋先生就致力于收藏与邓丽君相关的一切。 1989年,邓丽君投系《民主万岁》, 凶挂反对军管,参加香港各界力挺大陆人追求民主的集会, 彰显支撑歌坛巨星的良知与正气。 在天安门广场建立的自由女神, 被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坦克车碾碎后, 邓丽君自然就成为了大陆囚犯的寄托、自由民主的化身。 2005年,奉邓丽君为最完美的女人的宋先生表示, 有她陪伴,我从不觉寂寞。 这无疑是梅妻赫子的大陆当代版。 身为女人,我也是邓丽君为真善美的典范。 她的风骨与气节,让一系列诺贝尔奖得主向行见处。 可惜,她为名所累,为情所伤。 这却有助于世人看待名利,突破情网,了悟人生。 邓丽君不仅以传承中华文化的人品和作品滋润了生长在红色暴政下的新一代中国人, 慰藉了沦陷大陆的民国移民, 也连结了被共产党分裂的中国和因洪祸而流亡世界各地的华人。 甚至有人说,在充斥着矛盾和对立的亚洲, 邓丽君几乎可以说是唯一的,能令各国民众都静下心来, 以致寄托埃斯的亚洲共同文化遗产。 只是各国各年代的每一个人,对邓丽君都有不同的感受与认知。 市面上与邓丽君相关的作品《鱼目混珠》, 值得推荐的是邓丽君在台湾的统代人将杰发表的《绝想永远的邓丽君》。 读者在了解邓丽君,尤其是他不为人知的善行, 例如关爱泰北孤军后裔的同时, 可以获知200万各省居民追随民国政府逃到台湾后的创业史。 可惜的是,大陆版本被删除与六四和孬军相关的章节, 以致读者难以获知邓丽君实践中华古训,汉贼不两立。 邓丽君母亲赵素贵本是富家女, 在日本侵略中国的战乱中, 十四岁的时候就被父母许配给皇府军校毕业的国军中尉邓叔, 十六岁结婚。 为了追随丈夫,在大陆沦陷前带着两个小孩九死一生南下台湾, 成为败军难属,奔波在被称为眷村的军属临时驻地。 邓妈妈怀上第四胎时, 曾经因为三个儿子都快养不起了, 而答应生下孩子送给友人。 但当落地的是个女儿, 并让邓爸爸喜行余色时, 邓妈妈因食言而痛哭, 对方奉上礼物失望而归, 凭此可见, 国军及其家属败退台湾后, 生活何其困顿。 然而, 郡村居民可以保有浓厚的人情味, 倒是社会上和学校里, 有阴省及观念引发的敌视与纷争。 因为是逃难到台湾的外省人女儿, 邓丽君的中国梦与生俱来。 邓妈妈接受江洁访问时说, 也不明白为什么她从小就关心大陆那边的事儿, 老问咱们为什么会离开大陆, 来到台湾。 天性吧, 她是很想回去看看的, 不是去开演唱会赚大钱。 她没那心思, 只是想回去看看, 回去看看。 我想, 这是她永远也圆不了的终身遗憾。 我以为, 这也与爸爸妈妈的言传身教不无关系, 邓丽君父母恪守传统, 家教严格, 也喜爱戏剧, 儿女自然会耳濡目染。 邓丽君天生爱唱歌, 爱表演, 很小就拜空军乐队的胡琴首为师, 跟着这位音乐启蒙老师四处落军。 14岁的邓丽君选择修学唱歌, 在家人的呵护, 前辈的提借和自由的环境中, 创出一条崎岖心图, 前无古人, 后无来者。 而与邓丽君同龄同代的大陆人则全被迫辍学, 为毛泽东充当打手, 被共产党变相劳改, 大多失去了健康成长, 自由发展的机会。 1981年, 已传入大陆的邓丽君, 依然只身冒险, 坐船前往防御共军的第一线位了, 为小岛驻军官兵清唱两小时。 邓丽君一生乐于为保卫台湾, 不被共军侵犯的国君一眼, 因此被誉为永远的军中情人和爱国艺人。 在中共无法禁止民间传播邓丽君后, 便想利用他的乡情统战他, 让他也尚给观众洗脑的春晚。 中共在香港的特务机构之一新华社香港分社, 也与邓丽君建立了联系。 还好六四屠杀惊醒了邓丽君, 他在访谈中表示, 往后会以录音为主, 自从天安门事件过后就不想开演唱会了。 六四屠城导致又一批大陆人流亡世界, 包括台湾。 巴黎也是流亡华人的聚居地, 而邓丽君也在六四后旅居巴黎, 他与不少六四流亡者有来往, 请他们吃饭,与他们聚会。 在他们举办的六四周年纪中, 邓丽君演唱《历史的伤口》, 并希望大家不要向专制妥协, 不要向暴政屈服。 1991年, 邓丽君最后一次赴自由祖国的第一前线, 金门绕军, 并对大陆沿海广播, 希望大陆的同胞也可以跟我们享受到一样的民主跟自由。 唯有在自由、民主、俘虏的生活环境下, 才能拥有实现个人理想的机会, 也唯有全体青年都能够自由发挥聪明才智, 国家的未来才能充满光明和希望。 邓丽君不仅至少三次参加在巴黎举办的六四纪念活动, 还准备自己出钱在巴黎为大陆民运一演。 同时, 他继续回台湾为国军官兵演唱, 并在台上公开表示, 拒绝踏上发生了六四屠杀的伤心地。 邓丽君向国军官兵鞠躬敬礼, 并和他们一起合唱长城谣, 表示日夜只想回故乡, 希望解救苦难的大陆同胞。 邓丽君关心的大陆同胞没有辜负他, 他们利用一切机会表达对他。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